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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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伞兵要进行一对一 对于这旁边脸上根本不担心 远点还有DSB的强势 哇 银河战舰在这一局 很有可能又要拿到很多分数了 他已经拿了9个淘汰了 鲨鱼占4个 伞兵占4个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鲨鱼刷4 伞兵拿4 鲨鱼等于伞兵 来 我们还是看一下 在整个圈的北部 还没说完呢 你再说 伞兵等于踢摇 长官赛第一的选手 所以鲨鱼整个长官赛第一的选手 可以可以 这不很到位好吧 现在 直接给你吹到天上去 哎呀 鲨鱼被 完全这个机来 鲨鱼被放倒了 这个可以扶的 我们还是看一下圈的北部 因为圈一直在往南部去切 那么北部呢 就成为了主要的战场 而在南部的银河战舰 这个时候则是迎来了DX DX在这个位置 他没有想要先去圈里面 站一个好的位置 要先过来砍银河战舰 并且鲨鱼倒地之后 伞兵应该正在扶他 Ashley正在扶他 进来了以后 对鲨鱼跟雷连打大补 你可以看到 这把DX打得非常具有群绿性 他非常的知道 在这局当中 他最大的威胁就是银河战舰 只要拔掉银河战舰 这一局的蛋糕 DX现在其实是有一个 3E的一个站位的 YZ还是站在一个 比较快远点的位置 然后现在要过来集合 咱们把这位置 它吃下来了吗 已经 YZ都打的是一个技能人 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双方的防区 都在信号区内 所以暂时的DX还不着急清 因为现在的圈景 在刷新阶段了 所以我感觉 就是DX可能想的是 让你和战舰先帮我 去清一下北部的队伍 对 而且散兵在这个时候 居然还能打吧 同时我们看到 在整个圈的西北部的霸主 也出来了 他的名字叫做摩仙宝 三志一传二 那么接下来 DX DX老家可能要被给偷 摩仙宝一会儿要进到家里面 DX把所有的注意力 全部都卡到了 银河战舰的身上 那么摩仙宝 可想要不要你们 看地图里面 站在圈中 现在是谁 是摩仙宝呀 这个时候 摩仙宝的指头太关键 因为一个圈形给了西切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像DX确实没办法 很快速的清理掉 银河战舰 所以呢 两个队伍呢 将会僵持在这 那这样的话 还有可能摩仙宝 一支队伍在安全区里面 会把两个队伍给顶着 进不了圈了 就是现在可能是一个 蛋糕油的争夺战 谁去争一个第二 对 哇 DX在这边 把所有的注意力 全部都放在银河战舰的身上 放在他们身上是没有错的 可是处理的并不够果断 反而是让摩仙宝这边 把老家给偷了 基本上可以恭喜摩仙宝 这几个出口都是被锁定的 你想要放倒一个人之后 后续还是会 源源不断的强线扶上 对 很难贴进来 你就是 悬了 摩仙宝都不用着急 他只要等信号去刷 你看 侧身位的网友已经是就位了 现在就是在抢人头 对 对于DX而言 在这一局 可能肠子都要毁清了 虽然现在他们过来 轻衣和战舰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 错的点在哪里呢 就是在于 没有出战数学 YZZ YZZ在大马路上面 跟网友人对冲啊 这局要是被反打了 网友人要上紧急的 对 那么在最后 只剩下维生一个 我们可以恭喜摩仙宝啊 那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一局过后 摩仙宝跟银河战舰 我觉得冠军的争夺 应该就是在 摩仙宝和银河战舰当中 对 因为这个 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 RKB天霸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